黄胜依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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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黄胜依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是一个演员 也是一个歌手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大表姐 别看荧幕上 我是不食人间烟火 但是生活里 其实我是一个 喜欢干事有条理 做事有规则的理科生 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按照计划来的 计划团模 我们家的意识住行 统统都要严格 按照表格来执行 所以今天来到 听说很好吃这个节目 我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带来了一张表格 作为见面礼 首先 先给我们的大舅和二舅 这个饮食表很重要 因为人到中年 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 拒绝有命 健康控制 很清淡 所以我给我们的影视表格里 每餐的食材都是精准到克 四朵西兰花53.1克 半颗西红柿68.7克 三片身材23.5克 橄榄油一滴 怎么样 第二份表格送给我们 年轻帅气的小罗的 谢谢 我给你带来的这一份是 我们家安迪的学习计划表送给你 你呢就不需要控油了 因为像你这个年纪啊 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未来呢还有很多的技能啊 才艺要去攻克 比方说 你把这些都学会了 也许未来以后干不成跨国企业的总裁 但是演个007也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一周加油干 加油干 谢谢警战 最后张表格送给我们的美少女张寒韵 我们的健身计划非常适合 我的天哪 我每天都会抽时间来练舞蹈的 电视机前的美少女们 你们也可以跟着练练看哦 周一我会跳 这个战很流行 周二我会跳 就像恶旧的舞 周三我会跳 周三我会跳 周三 一个回手道 别偷看 我的想法要担心 爱的小火秒 或是啥会沙磨 韩韵 你要不要上来一起跳一跳 啊 这个 姐姐都喊了我 你不容辞啊 你不容达 你有儿子 你有儿子 isée 硬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 转 我是许久没练了 所以退化了 所以现在开始练起来 坚持跳每天10分钟 坚持更轻松 好 言归正传 在我的字典里面 其实人生就是一张大表格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清清楚楚 什么年纪有什么计划 明明白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现场有四位大厨 你们能不能从我的表格里面 挑选出你们心仪的食材来 做出让我心动的美食 吃什么要听我的 怎么做 看你们的 谢谢 欢迎我们的大表姐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大表姐 在家庭的地位一定是很高的 因为在家里面 一般制作表格的人 都是权威人士 所以你在家里面这个家庭地位 是不是排第一 说一不二 哇 有人提出一意吗 说我这个家庭地位最近有点低 咱们能不能换个个儿 比如那位杨先生 我也可以做的表格 他可能可以完成10% 这完成率这么低 你给他做什么 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然后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有些事情可能就不需要完全按照我的表格来执行了 言下之意你对他比较放心呗 对 所以你对大舅二舅不放心 深怕他们这个人到中年吃了油腻了 你觉得他们两个是自律的人吗 我期望他们是自律的 或者同心 你看 这是长辈般的关怀 我希望你们好好自律一下 要不然好好反省一下 我最重的时候193斤 我现在大概就是156到160之间 现在我开始一种新的尝试 16个小时饮食法 不管你怎么吃 16个小时 这个当中你不要吃东西 就是把一天该吃的在8小时内吃完 然后隔16个小时不吃东西 华哥也在说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你吃太多 你又没有办法消化 你的代谢已经慢下来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想办法来对看看 那这个是一个新方法 但是我想说紧对我个人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肠胃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这个大舅个人的一个 饮食的一个方式 对 仅供参考 如果你想要模仿呢 或者是借鉴呢 请问一下身边的医生朋友 谢谢